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陆子言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款非常好玩的越野车 当然了这款越野车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稍微有点不同 那就是寂寞版的越野车 而且这款寂寞版的越野车还能对它进行编程 一听到这个编程就感觉好高级啊 好赶紧来看一下这款可编程的寂寞版遥控车到底怎么样 真的是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啊 和乐高的科技版还挺像的 不过呢我们这个便宜 另外这里还有个配件四截电池 一共有五代积木 剩下还有一个遥控器 这是一个智能积木的说明书 然后就是贴纸 说明书这么厚的 五十多页 应该是它的电机 好了这就是所有的零件了 哎呀不好中招了在车的半边缺了一个非误物的车 非常非常重要的零件直接导致车子的半边没法拼完 另一边我们已经拼好了 这一半就拼不完了 其实呢刚开始我也是对这些零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但是呢就是没有清点它的数量 结果就不幸的中招了 可能因为我前面拼了三把枪结果又膨胀了 认为去掉的情况简直是很少很少 没想到当你膨胀的时候 上天必然给你沉重的一击 现在只能等个三五天零件到了 我们再把它拼完吧 哎真可惜 其实看这个成品还是挺酷的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如果是乐高的积木 那价格真的是太贵了 国产的呢我只花了一百多块钱 很小便宜总得吃点亏 太坑了 小伙漫漫要求的 积木版的就8K 积木版的M416 我已经下单了 简单的看了一下 积木有一千多块 哎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不要缺价 好了今天只能到这里了 好